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一個正方形 一邊長是這麼多 另一邊長這麼多 那麼這個正方形周長多少 我們曉得正方形四邊長度一樣 所以這個跟這個會一樣 也就是3分之2x-2 會等於2分之1x加1 那我把它移過來 這是3分之2 減掉2分之1x 這個等於1加2 1加2就是3 這給它通分 通分以後就是6 2則是4-3 那這6分之1 所以x就等於多少 x就等於368 所以x4等於18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邊長是等於多少 就2分之18 就9 那加多少 9加1 9加1的話 等於多少 就等於10 邊長等於10 那邊長等於10的話 那他問呢 周長等於多少 周長是等於4邊的長度 所以是等於40 所以答案的話 應該要選D 40